今天呢 咱们做一道烧烤素排骨 咱们素呢 还能来点荤 搁点茶 干豆腐呢 做皮 柿子呢 咱们要做个花 金针菇 茶 葱 香菜 做里边的馅 切成方块 绿节卷上它 切的个头比较大 像我手掌那么大 长的就切成这么的小长条就可以了 这些菜呀 咱们都给它切成长条状 立于卷起来 卷的时候啊 要紧一点 量要大一点 给一点菜呀 还不香吗 是两个一组先给它插上 再插上 我们用这两个尖把它插上就连接起来了 这个料汁呢 有蚝油 鸡粉 色拉油 蜂蜜 辣酱 还有一个最好吃的调料 是紫兰粉 嗯 倒点油 我给它刷一刷 运好了 运好了锅 我们先把酥排骨放进去 煎 平着转着点 我不要太大 糊了 烫过来了 咱们该刷料汁了 让料汁又香又好看 厚一些 味道更浓 麻椒面 让它红红火火 上点芝麻 越嚼越香 现在咱们再翻个个 这个就好了 咱们就出锅了 现在呢 我们就来一朵小玫瑰 打成皮 咱们做成玫瑰 一个皮卷上 就成一个小玫瑰 同时呢 把它这个头做成花心 花心对的一起 把它装上 就是一个花心 西红柿这个根 做个花盆 把它做在花盆里 咱们就蹲到这个花盆里 直接来买花皮 咱们的烧烤素排骨 咱们就做成了 咱们现在来尝一尝 再开始品尝我们的作品 切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别切碎了 干豆腐很有嚼头 真有吃牛排的感觉 钮可以切碎 比那个银子 长路 银子 5个银子 两章 4个银子 小拿花 大小炉 大小炉 天鹅 鱼蛋 小鳶 小会 鱼蛋 开粉 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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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蛋